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从小的时候呢 我是生在50年代末期 我们这年代的人特别啊 大家知道那个时候上学就赶上这个文革了 小学就赶文革 就没怎么读书 基本上我们这批人能够愿意读书的人都是特别自己去读 基本上这个国家呀 社会没给我们一个读书的环境 所以在这个环境下长大 那后来当然1975年我就下乡了 那个时候已经可以不下乡了 当然我们这一批比较有理想的人还是下乡了 因为在城市里边就是打短工嘛 所以这15、6岁就下乡了 在农村我待了两年 两年以后然后就考学校 考学校因为那个时候考学校主要靠关系 还不是靠成绩 所以我就去了一个黑龙江的隋化师范专科学校 我读的是音乐最早 后来我改文学最早读音乐 当然那个时候不管你读什么专业 只要离开乡下就蛮好了啊 有的当兵有的去上学 后来我就当毕业以后就有一段时间的工作 后来就做了新闻记者 做新闻记者就喜欢写作 当年就写了一些这个也有干预生活的作品 因为采访看到很多社会的烟面 所以呢就写了很多作品 所以慢慢的思想上就对当时的社会制度 共产党的所有的他们的宣传产生一些怀疑 那当然这个怀疑就带来我跟家里的冲突了 主要跟父亲的冲突 父亲当年毕竟他是1945年就参加了 共产党的土改工作队的一个队员 那一代人呢就觉得中国一定会实现共产主义的 他们一点都不怀疑 一点都不怀疑 我们知道这个文革以后有一段严打 这个比83年严打还要提前 大概是这个好像是80年左右 79年80年也有次严打 主要是那个时候因为文革过后 很多的孩子青年他们很迷惘 所以就比方说是叫偷啊抢啊 然后有一帮人结帮一帮人一伙 搞团伙犯罪很多 当然也有谈恋爱发生关系的 这个跳贴面舞的 这个都很危险 那个时候您是57年 主持人那时候其实不算小了 已经成年20多岁了 对 那个时候我大概是18、9岁吧 在严打的过程中 我有两个朋友 一个是我的同学 他是篮球队的 他打篮球打得特别好 我也是篮球队的 所以很好的朋友 他也很聪明 那是我们都有女朋友 当然像我就比较保守 我们的家庭也比较尊规守据的 我的女朋友当年也是我爸的战友的孩子 所以就是小时一起长大的 也没犯什么错 好像就拉了手 顶多了 对对对 那我这哥们呢 就发生关系了 结果这个女朋友就怀孕了 就被发现了 就把他抓到派出所 抓到派出所 他也没觉得这么严重 因为女朋友没有告他嘛 对吧 对 结果就被公诉 公诉属于枪奸罪 他的这个 在枪毙他那一天 派出所还让他出去买菜 他关到派出所 他还可以给菜市场做饭 因为他饭做得很好 他就去买菜 十八九岁 年轻人 他还在外边买菜 跟人砍价呢 派出所接到了通知 死刑 死刑 这个人死刑 但是赶紧到菜市场 把他找回来 很怕他跑掉 所以我们家有公安局的嘛 就说哎呀好遗憾 那时候你 当然没有敢通知他 通知他你也完 所以枪毙的时候我去看了 这对我就死刑 就死刑 还有一个董哥 我的邻居隔壁 他的妹妹跟我哥哥谈恋爱 那他呢在外边谈了个女朋友 也是这个不小心 发生了这个婚前的性行为 然后怀了孕 那当然后来他们两个分手 这个女的把他告了 也被枪毙了 那个才二十一岁 你也去看了吗 我都得去看啊 这个县里没什么热闹啊 这个只要枪毙人都去看 那所以我个人的朋友 我一定要去看 回头我得跟他们家报告啊 父母都贪了嘛 对不对 我们这几个同学都去看 那个刺激很大 对就是我没办法想象 如果我的好朋友 就是被枪毙 我去现场就是观看的话 你当时是什么心情 我就觉得这个世界 跟我想象的完全不一样 而且我觉得人的生命非常的不值钱 这个想 这个我就对这个政权产生一个怀疑 就从那个时候 我觉得一个年轻人犯这么点小错误 而且不见得是他的错 然后就这么迅速的处决 你可能你都不会想到他们以后 他们的家人发生的变化有多大 那边他的妹妹跟我的哥哥 就不可能成了嘛 我们家不可能 我们这个是一个革命干部家庭 不可能娶一个被枪毙的死刑犯的妹妹 那他们自然就分开了 这都是悲剧 对你们这代人有什么负面的影响吗 就文革 负面影响就是如果对一个善于思考人 是很痛苦的 如果你不善于思考 你随波六 随大六 你也没什么关系 文革是让我们看到了 这个人性的罪恶 文革 对我来说 我爸爸 我还记得我爸爸那时候 几乎没有一天会顺安稳教 我的母亲也是如此 因为县委那很多人都揪出来了 那我爸爸就是因为57年 他就病了 他很大的病 57年病了就没有再工作 他基本在家里养病 所以他就基本上 算安然度过了 就没有出现他们把柄被别人抓到吗 也在武器干校牛棚里待了三年 他就 我小时候当斗争开始的时候 你看县第一高中的 这个校长被打死了 打死了 这个有的老师被替阴阳头 县里的领导一个一个被揪出来 这些都是你亲眼所见的 都是亲眼所见的 那你能举一个就是你在文革今天见到的最让你刺激的受刺激的一件事情呢 我们最受刺激的是我记得小学我刚上学第一天就文革开始了 然后呢就我们就被拉过来拉过来就问你的出身 你的出身是什么 小孩也不懂这个吧 你的出身是什么 懂 懂出身是什么 你爸爸干嘛的吧 你爸你家地主啊 是贫农啊 这个都很清楚的 那我们家是革命干部家庭 我就说我的爸爸是谁 那这都知道 那你爸爸早晚又被挨斗 那小时候又不懂 那回来我爸爸就自己糊了一个很高的一个 纸帽子 高帽 然后写上什么什么 走资派呀 反正然后打上叉啊 自己的名字就放在家里放着 你被不实之虚吗 就让我去看 就你去看看我的名字揪出没 就是我就拿着帽子赶紧去 我说为什么自己胡帽子 他自己比较轻一点 比较轻一点 你要是 别人弄得很重 这样 所以小的时候这个印象很深刻 也算是一种这个评价或者判断吧 就有人说经历过文革的这一代长大的人 就可能现在也到了你这个年龄 他们说这一代人可能会素质会很差 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我都不是这么完全这么看 这一代人主要他资讯有限 他的资讯非常单一 他所受的资讯都是从政府和共产党来的 所以如果他不去独立思考 他们有独立思考的意识 他就不管他读了多少书 他最后他都会成为一个政府的一个 被洗脑的一代人 他们因为他资讯没有资讯 然后他这一代人都是被社会所抛弃的 怎么说这一代人就在中国他是赶上了最不好的一个年代 我们那时候常说我们生下来就挨饿 对吧 上学就停课 没好好念书 毕业就下乡 回城没工作 谈恋爱呢一不小心发生关系了枪毙了 对吧 那个年代 所以那年代的人心里很多是不健康的 扭曲的 因为他遇到太多的黑暗 对对 太多负面的东西在着他脑海里面 所以他谨小慎微 他想在社会活下去的话 他就不敢讲任何的话 谨小慎微 政府说什么他就说什么 现在都是这样子的 对 现在都是这样 你看我这同学我很多 你看他没法讨论问题 对吧 那有的时候 你这个在外国你看到的东西都是错误的 那我说那我看的是所有的 我中国的也看外国也看 那你只看中国的 你的资讯肯定没有我 因为你的知识来自于你的资讯 对 你的资讯很单一 那我的资讯很多 我会去判断哪些多难 所以你没有判断的能力很弱 对对 这样 您是属于走出了自己的路 但是绝大部分经历过文革的 像你这样的同龄人 他并没有走出自己的路 就毁了吗 对 这代人就毁了吗 我想问的就是 你觉得在文革时期那种 您刚才提到人性的扭曲 或者说是整个运动 把人性的恶都激发出来 这会对你们这一代人 我指的是他们 他们的后来的这种 这种 行为模式 行为模式啊 包括这个人文素质啊 会产生哪些影响 我觉得首先是他们 怎么说 他们这一代人呢 总体言之是 被洗脑的 然后呢 他们的生活方式呢 都是一种 没有独立思考的 这影响非常大 他们会以自己为中国人为荣 他们觉得做中国人 全人界都不如我们这一代人 好得不得了 他们又意识到说 这个世界是怎么样的 包括现在年轻人也有一句话 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 叫此生无悔入华夏 来世还做中国人 对啊 对啊 我知道 这爱国主义的教育 对那一代爱国主义教育更单一 因为欺骗性更强 但现在起码这个孩子们虽然他不见得有理想了 但他有资讯的 对他可以了解哪些这个事情发生啊 我们都是不知道的 对对 我们都是不知道 您刚才反复提到一个洗脑这个词 就是中共的洗脑教育 它是深刻的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 您简单说一下 您自己是怎么去摆脱这种他们的洗脑的操控 我觉得就是主要的是思考 当你发生这件事情 我会从另外一个角度想问题 你别说我的朋友被枪毙 我就怎么就这么严重就被枪毙了 不至于吗 对不对 胖3.5年的就OK了 但是生命就被夺走了 我那个被枪毙的朋友 他的弟弟在我同班 跟我一个班 他有没有向你表达说不公平 不该 他不敢 他不敢 就是同学们见着他就会说 就是你比如说打球 我们一起打球 就会说强奸犯 给他起发号叫强奸犯 那不是他强奸犯 不是他 是他哥 但是呢 他就要经受这种同学们 他哥的骂名放他身上 对对对 所以他在班级很抬不住 而且这个骂名放在他哥身上 本来就是不合理 放他身上更不合理 他就抬不住头来 有志的青年人 我们当时就是这个在乡下的时候就想我们要改变这个国家 让国家好一点 其实一直到后来 不要那么贫穷 人要公平 那有两种理论 一种改变他就是要推翻他 嗯 那这种最后都非常惨 非常惨 第二种就是改变他 你要想改变他 你就得进入他 你不进入他 你无法改变他 比如说你成为一个县委书记 你可以改变一个县 对吧 你成为一个省委书记 你可以改变一个省 那当然那么想的 也不见得是 事实上不是这样子啊 但当然就是那么想的 所以我们这边还是很努力的 后来跟你讲 有做了大学校长的 那党员很早入党了 我班周建明 我们同学 他已经成后人大的副校长 做了内部股大学党委书记 还有一个女孩子我就不讲了 县委书记县长 很有名的县大县 那都是很努力的一批人 另外我们这些家庭出身 都是根红苗正的 那我们的父亲 大概都是县委的干部啊 都是这个 在县里面也属于一个 怎么说 都是属于这种 有点权力的人 所以 父母都希望我们的孩子们 能够接他们的班 都希望好好的努力 最后大概都入党了 那我是89年 被北大开除党籍的 后来被开除了 我们被通缉了二十几个学生里边 可能我不知道别人 反正我是党员 也许唯一的 也许还有一个 那像你这一批 当初想要打入共产党内部 想要改变这个共产党 像你刚才也提到 有些人其实取得 他在国内也取得一些成就的 但你觉得你们这些人的 这种想改变 共产党想改变中国的这种 这批人最终的结局 成功了吗 89年之前还是觉得 还是有果效的 因为80年代的中国是一个很特别的年代 对 那个时候的年代 你是80年代陌生的吗 88年代 88年代 对 尤其80年代改革 我们当然还有一首歌叫 《80年代新一辈》嘛 觉得中国通过改革开放 将来未来带着政治体制的改革 那我们可以走一个不一定的路 所以那一批人都非常的努力 真的非常 而且干部也很青年 然后教师们很忠于自己的教职 医生也是非常的好 那时候没有人听说 医生教师要钱的 没这个说 所以我觉得那个时候 共产党是可以改变的 而且共产党里边还有一个 我们蛮喜欢的人 叫胡耀邦 赵紫阳那时候并不喜欢喜欢他 但是最喜欢还是胡耀邦 因为胡耀邦 做中组部长的时候 他就频繁很多的冤假错案 包括右派的频繁 包括文革的那些冤假错案的频繁 就看到说 这个公平会给人的 虽然经过了文革很多的苦难 但是后来 这些人又官复原职了 老师又回去教书了 学校开始重新高考了 觉得中国人有希望的 所以89年的前提是 有一批爱这个国家 爱这个民族 甚至可以说还爱那个党的一批人 这批党内的健康力量 他们的努力 所以才有80年代的一个兴旺 80年代你看 那时候是这个开放 对 首先向世界开放 那最新建立的重书 西方的重书 21世纪重书 那个编辑包尊信总编辑 副总编就王岐山啊 王岐山后来做了这个中共的 现在是国家副主席啊 对吧 常委 那这批人都是很努力的想把中国改变好的 嗯 这个所以可以说 共产党统治中国四十多年 那个时候四十多年 他成功的把第一流的人才 留在了共产党 嗯 那第一批的人才 第一流的人才 1989年之后全部完 几乎打给全军覆没 好像 分水岭8964 89是个分水岭 中国的一个改变的分水岭 像您这个年龄呢 就是毛粉很多 就崇拜毛泽东的人 我们是邓粉 当时我不是毛粉 你不是毛粉 我从小就对毛有点怀疑 因为 因为比较喜欢林彪嘛 嗯 也比喜欢彭德怀 这个聊天我不是很喜欢 我很喜欢军人 这个林彪和彭德怀 我都是很喜欢的 后来我读了苏小康的 卢山 卢山会议 那个报告文学 那了解了整个的内情 后来我发现毛这个人 啊 比较 不太诚实 他作为一个国家的最高领袖的话 他 不诚实 他有点像古代的帝王 二玩全数 对 我觉得这个不太适合现代化的发展 因为现代化发展 我认为共产党应该是一个 集体领导制 在我入党的时候 共产党已经开放了 集体领导了 对不对 那时候党委书记都 都靠后了 那企业里边都是以厂长啊 这个总经理为第一把手了 那政府里边 那个时候都已经以市长 省长为第一把手了 那个那时候 这个基本上在行政上 党委书记都让全了 后来他们又回来了 在那个时候 这也是我刚想问的 就是不是现在都是什么 党委书记是第八手吗 有一段在八十年代改革的时候不是的了 哦 都是成长一把手 其实毛粉现在在中国还很有市场 对 很有市场 毛粉不一定是我们这代人哦 对对对 现在年轻人有很多喜欢的 对对因为他这个 就满足很多人的期待 就可以说是很多现代中国人心目中的神 没错 没错 对对 嗯 我最早对他怀疑 我最早对他怀疑就是他的残暴 文革的残暴 我这个人比较善良 我不太喜欢 所以我也能够在我的 有能力的情况下保护一些人 我交朋友也不分三教九留 什么朋友都有 后来我发现八九年帮助我的都是那些不好念书的人 哈哈哈哈 想想那些学习好的好像 因为学习好的就都上去了嘛 对对 他一定有地位嘛 对对 有地位他就怕失去地位嘛 对对 那我这些念书不好的烧锅炉啊 当个兵啊 确实也是文革以后有一批不读书的人 嗯 他们确实是成为社会的一个问题 所以这是社会背景当时的 嗯 但是你可以教育他嘛 你不需要枪毙嘛 因为人的生命 所以共产党草间人生命 我那些朋友确实被枪毙那两个 有一个是爱打架的 有一个是非常好的学生 篮球打得很好 呃就被枪毙了 那就是因为谈恋 你说谈恋十八九岁的孩子 发生关系了 就释放下本能而已嘛 对吗 对 所以后来很多内代人吓得都阳尾了 你知道吗 都不敢 就是你有的可能夫妻生活的机会都不见得能完成他 他婚姻该完成的 因为他吓得那个年代全被吓坏了 这个 有这么夸张吗 我想 很夸张 下阳尾 你 我那同学就有好多 新婚以后就需要 心理辅导的 要不然都不行 因为那一代人嘛 你都是同学嘛 你看着就吓坏了 谁敢谈女朋友啊 尤其是你像你说的 也到现场就看枪毙自己朋友的 可能心理上我们没有经历过是体会不到 有可能真的会 严打期间有一个罪名叫流氓罪啊 那是83年了 83年以后的事情了 我们在之前那批就不是邓小平严打的 那你讲一下这个83年的严打 83年我已经做新闻记者了 那做新闻记者的时候 然后我的报社办公楼跟公安公安局的办公楼是在一栋一栋楼 那就看到太多这种草剑人病的case 那真的是很可怕的 到底流氓罪这个是定 它的定性是什么一个定性 大多数都是跟男女有关系 偷盗有关系 也算流氓 偷盗也算流氓罪吗 偷盗情节 抢劫都很严重 都算流氓罪 你偷个电线都可能被枪毙 偷电线被枪毙 没错 这个有什么法律依据吗 就是严打吧 别让我给你举个例子 我们我在那个报社的时候 我的隔壁就公安局吧 公安局有个政治处的主任 还是个官 现一级的官 处一级的官不小 他的儿子在工厂里边 跟五个男生就跟一个女孩子发生关系 这五个男生都是二十一二岁 刚刚参加工作 后来呢这个分手了 他们就被这女孩子给告了 告了以后呢就把他们判为 因为他们是不同时期发生关系 不是一起 不是轮奸 不是轮奸 就判的是轮奸 判轮奸了 轮奸其实性质挺严重 非常严重 当时判了好像是十八年 是十五年 十五年 好像十五年 那他爸爸有公安局的 不服啊 找公安系啊 就准备把这 K字打的时候赔钱了嘛 那家要钱 那女的要钱 赔了好像三万 两万 五个家庭凑齐了 钱给了 那时候也挺多的 挺多 那很多钱 他买一栋房子三万块钱 好了 他就 当他利用他的关系 把他的Case拿下来以后 就把他从判 因为判重了 哪一还没等判呢 就在这个时候 严打命令下来 枪毙了 五个都枪毙了 所以爸爸后悔的 如果当时判了 不去翻案 也就算了 做十年八年的 也就出来了 对 结果这个赶上严打 所以邓小平严打 真的杀了好几十万人 这个数据是有可查的吗 应该上网上去查 应该是最少三十万 就是错杀 前年轻人 也不是错杀 就是严打 只要你犯了错 这个错就杀 就杀 所以一下就 你说那一代人的 他的心灵 他会不会正常 不可能 他所遇到这种事情 看的都是这种 满眼的 都是血腥的事情 他自己 今天 活着 他不能保证他下一世生命 能不能活着 所以我做新闻记者 我就开始写东西 我就开始干预这些生活 我们那时候 文艺载道 那些记者作家觉得 确实出现很多好作品 像苏尔康写了自由备忘录 就写到法律问题 呼吁法律的公正 那中国有句古话叫乱世用重点 那你觉得当时 这就是他们的想法 邓小平就是乱世用重点 他觉得不杀这批年轻人 这个社会的解决不了社会治安的问题 是他把这个社会定义成乱世 没错 然后这个重点 其实没有点 他没有法律依据 可以这么理解吗 确实有些流氓团伙 那个时候 没有错 你可以重点的打击 但是你还量刑 你还得根据这个法律量刑 但是他都没有按照 他不是 他是根据政策量刑 共产党因为他是根据政策量刑 他不是根据法律 是人质 所以法律对他来说 没有意义的 你看89年 我们这不是政策量刑吗 哪有什么法律量刑 法律有言论自由 有结社自由 有游行示威自由 你宪法都规定这些自由啊 那结果他没有 没有 然后你判的时候 你不是根据说 我根据哪条法律判你 刑法 反革命法 他不是 他是根据89年这件事 政府定性 定性了 那你所有参加的就是反革命 当时在89年4月的时候 中国发生了几件事 这件事 挺特别的 第一件事是2月初 方立芝 你知道方立芝 方立芝是当时的 中国科技大学的副校长 当然已经被开除了 他87年就是被邓小平点名 邓小平87年反对自由化 点了三个人的名字 一个是方立芝 第一个 第二就刘兵燕 第三就王若旺 那方立芝呢 是科技界的很著名的一个学者 当时是中国科技大学的副校长 开除以后这三个人在这 民间影响就特别大 我们知道那时候民间是比较活 比较宽松的一段时间 对对 影响特别大 那方立芝的名字全国 无人不知无人不孝 所以在2月份 方立芝呢就有一件事 老布什总统访问中国 那访问中国老布什就在长城饭店 就有一个感谢的一个餐会 当然就请了中共的高级领导人 赵紫阳啊 这些人就请他们嘛 当然也请了一些中国民间的人士 就包括这个方立芝 怎么会请到他 他不是被开除了吗 开除了 但是对老布什的眼中 他是中国的撒哈洛夫啊 中国的吃不同政见者 是美方亲自要邀请他的 对 他就点名 但是中国肯定不同意 但是国防也不好意思不同意 人家在人家大使馆里请你吃饭 对吧 对对对 在美国大使馆我们打谢晚宴 那我请谁名单里边 是我总统订的名单 因为方立芝又不是罪犯 当时虽然不当了 不当了这个 大学校长了 可是还是公民呢 对对对 他是个知名的知识分子呢 所以我请他 那么方立芝当然去 带着他的夫人李舒贤教授 在林培瑞 林培瑞 是我在普林斯顿的老板 他当时还是美国科学院 驻中国的代表处的主任 那么他带他去 这一路上被警察拦 警察拦 警察要他要上计程车 警察一帮武装警察的办法 告警察糟 不许让他上 那警察哪个计程车敢停啊 都不敢停 然后他的车也不行 总而言之 最后拖到快天亮 到了这个大使馆 已经宴会散了 他们完成任务了 那方立芝那天 这个事情就传到了大学校园 大学就 为方立芝打抱不平 这是第一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 就是方立芝 就也不消停 在4月份写了一封信给邓小平 他怎么能收到呢 邓小平这个信 这个封信不需要邓小平收到 是给了林培瑞 林培瑞把翻成英文在海外的报纸发表了 发表在什么华尔街日报啊 还有纽约时报啊 像邓小平就收到了 法国的报纸啊 全世界都公开发表 就是一个公开信 中文写的是林培瑞翻译的英文 方立芝同意 他的信的内容是什么 写的不长 方立芝自写的很漂亮 他就说在这个法国大革命70周年 1989年吧 然后呢这个是在这个 我们中华人民共国建国 50周年 40周年 40周年 在这个法国大革命200周年 五四运动70周年 中华人民共国建国40周年 在这个很特别的日子里 我肯请你释放魏京生 魏京生当年是1970周年 民主墙运动的领袖 当时是邓小平利用魏京生这批人 打倒了从华国锋的手里拿下的权力 因为这些人反对独裁 要争取民主 又要求中国实行现代化 包括第五个现代化 那么这个是邓小平也利用了西单民主墙 来真理标准的讨论 就把这个权力从华锋拿过来 拿过来这些人用完了 就需要把他们关起来 共产党就这样 所以你被他用一次 下次一定关起来 很惨很惨 文革你像凯达富的一批人 五大领袖 就全部判刑 文革人毛泽东利用他们 接见他们 那他们红的不得了啊 对不对 共产党利用完 下一个就全接下丘 那魏正恩被判了二十多年徒刑 这个关了 已经关了十多年了 这个所以要求释放他 就是以人道主义的 这个就发出来了 这第二件事 第三件事 对我们影响比较大 孩子的自杀 就他的自杀 跟后来这个六四 会有什么关系吗 跟这个有关系 有关系 那对我起码有关系 嗯 他的自杀让我看到 那我自杀 我还不如我去干一场 你知道吧 对不对 我干嘛要自杀 我那个我死 我跟你碰 跟你集权政权碰 我也不会自杀呀 那我的想法是这个 你的意思是 八九年我参与 跟这有关系 我想问这 你的意思是 孩子他自杀的这个动机 也是有不满这个 这个当时的这个 种植局势吗 那当然的 但是我其实我们 他是知识分子 一个苦闷 他找不着出路 找不着出路呢 有的人就选择了 离开这个世界 当然他作为一个诗人 他的选择 也是很特别的一种选择 就卧鬼吗 八九年对 卧鬼 他自杀的是我们宿舍 当时我在北京大学 四十七楼 三零一一一室 这是我的宿舍 当时洛伊和就来找我来了 就是孩子自杀了 感觉一种特别大的一种 苦闷压力 人不能突破 所以八九年也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时候 当然出现了 为什么勇敢的过去 就是说反正是一死 对吧 怎么都是一死 那伸头是一刀 缩头有一刀 不如我就伸头跟你斗一下子 说不定我们中国就能闯出一条出路了 对我个人来说 对我们的一批知识 是这样想的 非常苦闷 那个时候的那种苦闷就是一种 因为看本来八十年代看中国很好 越来越走向改革开放 对吧 而且这个政治体制也要开始改革 民间的这个呼声越来越大 中央也特别开始重视民意 没有想到一九等到一九八七年 胡耀邦一下子被罢处 那是我们感觉到一种山雨 越来丰满楼的那种那种威胁 就是这个改革不往下走了 已经很清楚了 不往下走了 起码政治体制改革不再谈了 然后又恢复共产党的一党专制 开始又出现像李鹏这样的保守派 然后声音越大 然后这个在文学界 开始这个批判苏耀康的和尚 那苏耀康的和尚当时还是蛮影响力蛮大的 然后这个一种苦闷 这种苦闷就是担心 中共重新的回到他的专制体制中 不再继续开放 因为看到开放带来的这个果效 不管在经济上政治上文化上 这果效非常大 这国家是开始非常健康的往上走了 感觉到 那当然 我的角度还是一个年轻的共产党员的角度 一个关系这个国家和民族的角度 一般的我的同学不一定 有的就是要做官嘛 对吧 做官就OK了嘛 我好像不是那种 如果我尊归守据我也会做官 因为那时候我就有一定的党内的级别了 我可以做官 所以这个苦闷带来了我们八九年的这个 八九年的这个这个民运的一个前奏 中国出现一个一个非常的怎么说一个焦躁的时期 知识分子找不到出路 改革派遇到了 改革遇到了 平静 走不下去 当然 赵紫阳的这个闯关 失败 可能 共产党要 要这个 追讨他的责任 其实不发生八九民赵紫阳也可能被罢处 嗯 那是已经看得到 但赵紫阳一罢处那党内的健康力量更没有声音了嘛 所以 八九年就可能要有 我那个时候我就能够感觉到八九年又发生一件大事 嗯 什么大事不知道 但是1989年4月15号 胡耀邦一死这个事就出现了 我就知道会出事 那对我来说我可以做一个选择或者回家了 因为 不上课了嘛 可以回家呀 回家这个 不参加的 结束了就完事了 嗯 我们有的同学就这么选择的 但是你必须要参加 我不可能不参加 那么这个 我走都走不了 因为就在那个时候 突然我一帮哥们从山西就跑到北京来了 去生源去了 哎这批人就是 不是生源 他们来挑事来了 就是这一批人是最早的是挑事的人 就包括山西的正义 怎么个挑事呢 嗯 分析跟我一样 中国要发生一个 大事 他们要尽快把这事 穿透起来 如果搞好了 中国就会 改革派得胜 那中国就会沿着改革方法走下去 嗯 会越来越好 中国就会成为一个不一样的国家 如果搞不好 中国又回到布洛特尼特时代 或者回到毛泽东时代那种专制 嗯 那对我们来说 就摆到面前一种选择 那就铁天丹道义 你这些知识分子 你读过书的 你爱这个民族的 你要是百姓的启蒙者 天天告诉民主自由多么好 那你现在该怎么选择 所以郑义啊 山西来了一大批人 郑义 北明 他郑义当时是来搞这个 经济奖评委 他是经济奖的评委 他是山西上电影家协会的主席 就写老景那个 然后还有个赵瑜 是个报告文学作家 还有一个谢勇 后来做了厦门大学的教授 这几个人都是 跑到北大住在我那 就在我这待着 所以我就走不了 然后就开始 当然也得上 当然第一笔我就写了一个 我就写了一个一首诗 我记得八九年 四月十五号 胡耀邦走的时候 纵耀邦什么 我就写了一首叫 长相思雨夜送药邦 那天就是夏小雨嘛 西伊丽的小雨 然后用毛笔写的 这个风一城雨一声 长歌当哭送军行 吃些泪无声 那写完了我就 毛笔写完就贴到三角地 可能是三角地的第一个大字报 没敢写我的名字 写一个北大作家班 这个完整版在网上我能找到吗 可以找到 可以找到 完整版可以找到 那然后呢 这个我送一本诗集 我们六四的诗集 收在第一首 就现在据史诗可查 史诗可查的话 这是六四的出现的第一首诗 贴在三角地的 就是你写的 我写的 所以我就很参与了嘛 这个没有什么说的了 就参与了 然后就是第一次的游行 我也参与了 第一次游行是 这个为了倒点胡耀邦